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大家好我是金鹑 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做一个我最近爱用的一些评价化妆品的推荐 打算一边化妆一边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时间要有感 因为今天我们定长跟我说要去参加一个那个 去西马克总公司参加一个咖啡讲座 然后让我画得好看一点 然后我就起晚了 所以现在时间有一点赶 我大概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用来梳妆打扮 然后我嗓子还有点哑 感觉有点不带状态 好 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 说一说我最近的爱用品 首先第一个产品 是透蜜家的绿色的隔离 然后他们家隔离分紫色绿色 还有肤色的版本 然后我最终买的还是绿色的 因为我感觉我的皮肤 是有一点点就是部分是泛红的 比较滋润的款 然后我已经用了几天了 然后有一定的修饰忙活的作用 而且他们家这个质地就是比较稀的 所以用的时候取的时候不用太多 一点点就够了 我主要就是修饰这个 我两边脸颊 然后还有那个下巴这一块 其他地方就不用做太多的修饰 最近就是干活干的 每天洗刷刷的东西特别多 导致我这个手比较糙 就不太适合用来上底妆产品 所以我最近都是用海原蛋排 就是一下子就把我脸上这个 泛红的地方修饰掉了 这个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我以前用隔离 基本上都是什么 之前在塑冰里出现过的 什么苏菲娜 还是索菲娜 还有那什么法国代宝那种 妆前乳什么的 就是他们没有一定的修饰肤色的功能 然后这次用一个绿色的尝试一下 因为绿色不是修饰红色吗 感觉光有点亮了 稍微调一下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能看着比较明显 它有那个修饰的功能 粉底霜是用这个 我就一定把它们两个混合用一下 因为这也是看很多弹幕说 一个太亮一个太暗的 刚才把它们mix一下看看 会不会有奇迹出手 关键是这个粉底霜 它的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会拍之后 过一段时间会开始反白 因为这个粉底霜 就是一件争分夺秒的事 它这用手推开之后 迅速的用 暂时的海绵蛋 把它抹匀一下 我现在是这么用粉 它记得后还是有眉宝莲 粉底上完了 然后我就上一个蜜粉 最近在用的蜜粉饼 是四色的清透丝营粉饼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01到下阳白 它的设计我还是很喜欢的 看着不像是那种很廉价的样子 我觉得我再不录视别人 它这个粉饼里的logo 就已经被我磨光了 然后这个我已经用了好几天了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第一是它的那个粉饼的颜色是真的 还是蛮贴合我的 我用过很多所谓的象牙白的粉饼 结果它都是涂上以后的脸泛黄 这个就没有 而且它这个 很不是一种绒面的 这个粉饼主打一个控油 防水防汗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很收获这种在星马克的工作的人 我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人里有没有那个星马克的伙伴 如果有的话你们会知道有一个那个水池子里会放那种反冲喷头 就是用来抽奶渣呀 还有那个要搬糊的那种东西 我就经常那个初步的位置就会把那个水自己脸 然后自己脸的我第一反应是完了完了我要脱妆了 把那个水滋到之后 它这个水珠是有点那个它不会在你脸上固定住而是就滑走 就填补毛孔的这个功能也非常perfect 我离今年给大家看一眼 它这个像我鼻一两侧那个毛孔非常的大 然后它是一个一天看不到什么毛孔 好想去整鼻子 这鼻头变得宽之后觉得好丑 然后我终于换了一个修容 就是这回又换了一个看美的特别像巧克力的这个修容 因为我之前用那个就是那个椰子 椰子外的那个修容 然后其实它不是喜欢它这个bronzer 就是那种古铜粉 就本身带有一点那种金属光子 然后这个它特别上色 所以一定把鱼粉都抖一抖 感觉刚才光又太亮 随着太阳的升起 我的脸就会一直在亮光亮光 今天不想画太夸张的妆 虽然我们店长说让我画出一个 看起来是有五万粉丝的人的妆 去那个北京总公司好好亮光项 但是我觉得画太夸张了 反而会扣分的 所以总公司的其他 白衣什么领导看见了就不太好 腮红也是那个CAMME的PW38 是一个梅子色的腮红 这个腮红吧 我使用下来的感受就是 一定不要取太多的粉 因为我感觉就是CAMME跟CAMME家的粉 都是蛮松散的 不太适合一下取很多 这个梅子色的腮红呢 就是蛮提气色的 作为一个所谓的美妆博主 怎么能少得了高光呢 然后高光也是这个 这叫什么 不是就这个牌子 MUA 然后是一个偏白色 偏那种紫色调的高光 就存在也非常非常的强 就是一个比较脱在脸上 和一个偏紫调的感觉 这个高光我也觉得蛮持久的 就是 反正我一天上一天不然下的 这个高光还是在我脸上的 那这个高光就不太适合 上在冰凉上 会比较浮华 冰凉上的高光 我还是习惯就是 本身是白色的那种 然后还没这个 那个高光 超级美 然后我现在去迅速的把眉毛画上 迅速的画了一个 特别是四元的眉毛 来 反正我的眉毛 大家都要是那种 开心情画的眉毛 然后最佳用的一个眼眼盘 是之前 就特别火那个 大理石眼眼盘 然后终于买了 但是据说这个玩意 假货特别多 然后我也不太借鉴 我手上这一盘真的假的 反正我用的还行啦 挺好的 然后粉质也挺细的 然后颜色我也很喜欢 真的一个颜色 我感觉我手里眼眼盘 都是那种红棕色系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个 这个玫瑰色 给你们刷一个色 这个南瓜色我也特别喜欢 我就喜欢这种看起来 特别丧的事儿 粉质很细腻 然后这一盘才 100 100多块钱 然后因为今天 只要配一个红色的口红 可能有眼妆就不能太浓了 眼妆一浓口红再浓 就整个人比较像 感激了 嗯 先这个颜色打个底 就感觉今天又要画那种 比较厌世的感觉 但是呢 今天的厌世妆要稍微的 带点闪我觉得 打门就不像是一个 做美妆视频 然后有我粉丝的人 用这个玫瑰色做一个 中尾部的一个 颜色基底 红色系主眼泡 慎用 应该我觉得会 显得更加的准 感觉我今天眼睛也挺准的 嗯 颜色不能太多 然后 用一个金属棕色吧 这个 深棕色来加强一下 深邃一下我的眼睛 加深一下后半部分 眼泡这会儿打算用一个 香槟金色吧 用一个香槟金色 做一个体脸啊 哇 它这个显色度特别棒 然后最后不要忘了 阅染一下这个眼影的边界 然后眼线 我就不打算画得特别的 显眼 直接沾这个 雅光的深冬色 因为我觉得眼线 一画重手了吧 妆就会一下 妆感就会很浓很浓 千万不要小看眼线的阵子 如果你眼线一见的话浓了 你的整个妆就特别的浓 随便涂一涂 夹一夹睫毛 涂个睫毛搞完事 然后口红今天我用的也是姿色价的 因为便宜嘛 所以我就来了三支 然后黑管的是那种滋润款的 然后红管的是雅光 雅光雾面款的 咱们家买口红特别贴心的一点 就是会送你一个试色卡 然后这个试色卡不单纯的就是一个 让你看看颜色什么的 而且它这咱们家试色卡 是可以用的 真的是用来用的 拉开底下是一个小小的小唇刷 然后往上拉就是可以 特别像那种分装口红一样 可以真的拿来用 比如说我 站一个最下面这个颜色 然后确确实实可以真的拿来手上用的 这个 口红是色卡 我觉得这个点 我觉得我突然想到就是 如果我出门旅行或者是出差 是不是就可以拿这个玩意儿 我一下子就省 省的带很多支口红呢 突发奇想 然后毕竟它们家颜色挺多的 有这种土色啊 然后这种红色啊 然后粉色 粉色梅姿色 还有什么人鱼姿色 颜色都很全的 然后 这个点是我非常喜欢它们家的一点 就是不管能不能认得用的 但是这点确实是很贴心 然后它家是这种 吸扣的设计 然后放 我特别喜欢这种吸扣的设计的口红 就会放在化妆包里不会乱跑 然后我这个是804 我在这个手臂上给大家刷一个试色 是这个颜色 一个蛮温柔的 因为我本身是属于那种纯色不均的状况 所以说我对于口红的显色度 要求还是蛮高的 嗯 这颜色还挺适合夏天的 它这黑碗不是自然款吗 所以特别适合夏天的图 也不会特别显纯纹 再给大家刷两个 另外两个颜色吧 还要刷到一个枫叶红色 然后这个颜色从高底上看 它就是有一点 偏棕色调 特别顺滑 一下就下了 我选择这个两个颜色 都是比较接近的 我不知道这个镜头前能不能看出来 然后这个更加的偏 那个棕橘色调一点点 然后这个是那种豆沙 然后就是偏粉调一点点 雾面买的一个那个906的奶茶色 感觉又是一个比较贵打强的颜色 这次呢 然后这种淡粉的色点 然后这个雾面款就没有那么的闪了 跟自然款的一相比 这比较明色 然后我去把发型搞一下 我的时间真的快来不及了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我现在把头发稍微赶紧夹了一下 本来还要做造型的 然后时间来不及了 就只能这个样子 然后这期呢 就是一边化妆 一边跟大家捞坑 然后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爱用品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欢迎你点赞收藏投影币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哦真的给减肥了 菜烤了就是一边跟大家说再见 然后我的肉就跟着抖 然后特别无畏大沉 然后就 好吧 那就说了一句废话 那咱们下期视频